哈囉,我是烏龜 這次的跨部落團戰是由夜光鳥所發起的冤軍初級 一樣是連打兩場 我這邊收錄第二場在夜光鳥部落開打的精彩進攻 這次收錄蠻多個八本三星可以讓八本的朋友做參考 現在我們一起來看看精彩的回放 先來看看第一場 這是由Peggy所打出來的八本三星 她用的是天胖豬 帶了一隻天使 13隻胖子 還有11隻野豬 法術是三罐補血 我們來看一下她的進攻 這個陣型的援軍非常的好引 因為她的城堡非常的靠外 所以輕鬆的將援軍引出來之後 用一隻小弓手 把援軍拉到一點的外側 要用一罐毒藥來解決她 她的配置應該是可以帶兩罐毒藥的 但是她只帶了一罐毒藥出門 她丟了毒 之後再放幾隻法師 準備要讓法師將這隻龍給解決掉 接著就直接嚇出了胖子 所有的胖子一次放出來 從兩點的外側放出來 後面跟上一隻天使 接著用法師來清鞭 胖子頂住火力了之後 準備要用炸彈人開牆 但是在炸彈人開牆之前 胖子就已經自己敲牆走進去了 那因為清邊清的相當的乾淨 所以呢 後面跟上來的蠻王也就不會走歪 會跟著胖子一直走到陣型的中間去 等到部隊走到陣型的中間 先扛住火力了之後 野豬部隊就可以從側邊開始進場來支援了 那我們看到Peggy她是直接從十點外側 下了一小隊的野豬 進來拆掉這些加農炮含劍塔 另外呢 在對面的四點外側 也放出來援軍的野豬 還有幾隻零星的野豬 要來拆掉四點內側的這些建築物 接著在兩側野豬進場的地方 各下了一罐的補血 來保護這一群野豬 那我們看到在中間法師塔的這邊呢 他不但有法師塔 還有電塔的密集存在 所以這邊有點危險 他必須要在最後一罐的補血 找到丟下去的時機 好現在胖子剛好開牆進來了 他丟下最後一罐補血 涵蓋住所有的胖子 還有剩下來的野豬 現在胖子又被彈掉了幾隻 所以 野豬又被彈掉了幾隻 所以野豬剩下的數量已經不多了 不過沒有關係 因為胖子剩下的數量是非常的多的 所以足以解決掉對方剩下來的這一兩座劍塔 我們看他打得非常的漂亮喔 因為他從兩點的面一整個推進到七點的面 整個將這個陣打穿 那所有部隊經過的地方 並沒有遺留下任何的建築 現在對方已經只剩下一個九點外側的蠻王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蠻王要放這裡 因為一點意義都沒有 部隊走過去只需要將他的底座給打掉就可以了 根本連蠻王都不用殺 最後就是拿下了這個把本的三星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 好 下一場我們來看到 一樣 是一場精彩的八本三星 那他用的配置呢 是石珠 帶了兩顆石頭 十五隻珠 那法術一樣是三罐補血 我們來看一下這場精彩的進攻 一樣可以輕鬆引得到援軍 因為八本呢 他有的這個建築物跟城牆都沒有像九本這麼多 所以通常陣型的援軍是比較好引出來的 援軍引出來在六點的外側 準備要用毒藥 配合弓箭手和法師來殺掉對方的這隻龍 他只用了一罐毒 所以還有一罐毒藥是扣在手上的 接著他直接開始下石頭 哇賽 他這個石頭下的真的是相當的大膽啊 你看他兩顆石頭分得非常的開 幾乎是一顆在三點 一顆在九點啊 那六點的地方 那六點的地方則是由蠻王來扛住火力 所以這個陣型整個下半部的面呢 全部都有坦克在頂住火力了 接著他在三點以及六點的地方 直接幫石頭來開牆 後面跟上法師來清邊 哇 這個真的是下的非常有技巧 他必須要將距離抓得非常的準 事前的這個陣型的研究一定是看得相當的透徹 好現在野豬進場了 野豬從兩點的地方進場了一隊 十二點的地方進場了第二隊 那這兩隊的野豬 因為數量很多 所以很快的就拆掉了一些防禦建築 援軍的野豬現在從十點的外側下進來 這三隊的野豬呢現在通通在十點的內側 同時用一個補血 把他們的血量通通拉回來 他們現在雖然被小骷髏追著跑 但是並沒有急著下毒藥 因為對方已經只剩下兩座防禦了 現在已經只剩下最後一座火箭也被打掉了 哇 太厲害了 現在剩下左右各一邊的這個電塔 輕鬆啊 這真的是打得非常的好 因為他野豬剩的數量相當的多 蠻王呢也還沒有死 太厲害了 最厲害的是他的法術根本只丟了一罐補血而已喔 他只用了一罐補血 就打出這樣子的成績 拿下了同本三星 非常的精彩啊 我們最後再來看一場 也是很精彩的 八本十豬 哇我可能是脫離八本太久了 都不曉得八本可以打出這麼精彩的 進攻 好我們來看看史努比打的這場 好他帶的是兩顆石頭 十五隻野豬 法術一樣是三罐補血 我們來看一下這場精彩的進攻 引緣呢沒有問題 這個陣也是可以直接 很輕鬆的就將援軍給引出來的 援軍引出來了之後呢 史努比他將援軍的這個龍 引到三點的外側 要用毒藥來處理他 他丟了一罐毒藥 那配合幾隻弓箭手 和幾隻法師 將對方的這隻龍給解決 接著就要直接開始下十豬了 他先下出兩顆石頭 三點一顆 五點一顆 後排跟上法師清邊 接著在兩顆石頭的中間下了蠻王 然後幫兩顆石頭所在的位置來開牆 現在開牆都有成功 所以兩顆石頭都走進去了 蠻王也走進去 法師也跟在石頭的後面幫忙輸出 非常的理想 現在野豬準備要進場 野豬直接從三點的外側 先進場的一小隊 協助 幫忙打掉主部隊側邊的一些劍竹 減輕主部隊所受到的傷害 接下來再從十二點的地方 再下了一小隊的野豬 準備要從十二點的地方打下來 很厲害喔 他到這邊為止都還沒有丟補血 一直到十二點內側的這批野豬 要打進來的時候 他才丟了一罐補血 因為這邊可能會有大炸彈 十點的外側 最後的幾隻野豬 這個時候進場了 哇 現在野豬的部隊 已經順利的 將對方的十二點內側 所有防禦建築拆掉 最後 殘血打掉了這座法師塔 哇 非常 非常驚險啊 很厲害 他一樣是只下了一個法術而已 只用了一罐補血 就將所有的防禦建築都拆掉了 而且這場更誇張 他連援軍都沒有下 這樣就拿下了同本三星 八本的十豬真的是太穩了 真的是八本的弟兄都值得 學習一下這樣子的打法 好厲害 沒有用援軍 只用了一罐補血 就拿下了這場八本三星 相當的精彩 漂亮 沒話說 好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一場 最後一場 我們來看一下九本的 以九本的一場進攻來做收尾好了 九本呢 九本呢就是有一場 由這個 念著道別四眉 所打的 他帶的是天使雙胖豬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精彩進攻 他選擇呢 不引緣 直接在三點的外側 下出了所有的黑胖 並且跟上了天使 後排跟上法師 來進行清鞭 接著呢 在同個地方下出了藍胖跟蠻王 還有女王 現在藍胖跟蠻王 準備要往六點的方向來滑行 他在這邊丟了一罐狂暴 讓藍胖瞬間狂暴的清鞭 那也讓黑胖瞬間的開牆 走進去陣型的內部 那黑胖現在跟女王是走在一起 藍胖跟蠻王是走在一起 準備要繞著外面往下走了 對方的女王被我們吸引過來 然後被我們的女王給解決掉了 他再下了第二罐的狂暴 黑胖再度狂暴的開牆 進去第二層 現在援軍引出來了 是一隻龍爸爸跟一隻寶寶龍 沒關係我們的女王跟在後面 可以輕鬆的解決他們 只要下一罐毒藥就沒有問題了 那我們看到六點這一側的蠻王跟藍胖部隊 因為碰上了對方的蠻王 所以我們的蠻王呢 就在這邊 哇死掉了 不過沒有關係 藍胖還在 藍胖還可以繼續的滑行 那十二點的地方 他是直接將野豬丟進來了 那野豬碰到了密集的墊塔 密集的墊塔 所以他丟了一罐補血 保護這群野豬 打掉了密集的墊塔 還有一隻X弩 現在準備 所有的部隊 都到九點這邊來會合了 黑胖的部隊 現在拆掉了第二隻X弩 然後他下了最後一罐補血 來保護我們的野豬部隊 同時丟了一罐毒 來毒死這些追著野豬跑的小葡萄頭 哇 野豬剩的數量很多 現在只剩下這座火箭了 沒有問題 可以漂亮的收尾了 很厲害啊 這個下 天雙胖 還有野豬的配合 野豬進場的時間相當的好 所以才有辦法掩護主部隊 將陣型內部的防禦劍組給拆掉 藍胖才能夠活到最後 不然藍胖繞著外面走 通常是沒有辦法活到最後的 這個相當的精彩 下兵的節奏掌握得非常好 女王的技能都還沒有開 就可以直接拿下了三星 非常精彩喔 以上就是這一次冤軍初級的精選片段 若時還覺得意猶未盡 想看更多精彩進攻的話 夜光鳥Renty與茶春 那邊也有收錄一些精彩的三星進攻 有興趣的朋友也歡迎過去Renty那邊看看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